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南草卫最大的兰花庄园 位于瓜镇 这里有超过10万颗不同品种的兰花 让客人欣赏 整个庄园面积 越有20万平方尺 是一个休闲 兰花的好地方 在我们的庄园里 也可以看到全世界最大品种的兰花 叫做老虎兰 在这里大家除了能够欣赏花之外 也能够找到马来西亚的国宝 那就是百年的野生东哥阿里 在我国2016年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曾经宣布说 我们的这个野生东哥阿里 将会在20年后 将面临绝种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 百年的野生东哥阿里 产量比黄色的 这个呢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黑色的东哥阿里 产量比黄色的稀有一些 而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红色 东哥阿里产量比黑色的更加的稀有 所以极其为珍贵 主要来说这些东哥阿里呢 它们都能够达到壮阳的效果 这些东哥阿里是生长在东南亚靠近 树道原始热带雨林中的一种野生植物 近年来东哥阿里是最爽瘦研究的一种 天然药药用植物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被称作为延延益寿的 食养服品 就连我国总理马哈迪 医生也在全球大力推广东哥阿里 自东哥阿里走向东南亚区走向 走向欧美韩国日本等世界各地 在马来西亚草管大学临床实验证实 证实东哥阿里具有多项功能 他能够提升男性的稿酮素 提升精子的数量和活跃度 也能够帮助降低三高 碰碰碰和男性全类线问题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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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